台機人我們畫這個 這個老舍的這個面這樣子出去 這樣出去 我們說我們的工程差是這邊 好,這個高度比較低 然後C卡就在哪裡 所以我的工程差叫BsinC卡,還記得吧 這裡也是一個BsinC卡 所以我整個工程差是2BsinC卡 這兩個加起來,2BsinC卡 好,所以這是C卡加 這也是C卡加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那我們入色的向量是K向量 這G向量的方向哪裡 G向量的方向 所以K中的G 這是K 畫在這邊 畫在這邊 這邊 好 所以我們的KDOTG在哪邊 KDOTG 怎麼樣,什麼問題 KDOTG KDOTG 這有C卡 欸,怎麼樣 KDOTG C卡怎麼樣 KDOTG 什麼問題 KDOTG KDOTG MN KDOTG 怎麼樣 KDOTG KDOTG 有這個,在這裏 上面一個角度 怎樣?你說系統在哪邊? 系統應該是那個布拉格 那個平面跟路設的夾角 平面跟路設的夾角 好 喔 相似來吧 ok 這樣子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90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這樣沒有問題了吧 好 所以 我們路設的K 跟我們路設的G 它的夾角是什麼? 它的夾角其實應該是我剛剛畫的那個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 就是 這個是 2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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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卡到了 所以其實是 K 2π 所以 所以 它只寫了一句話 它只寫了一句話 就是 C的角是 路設的 并跟這個 這個金面的夾角 所以 這個角其實 以2C來的 其實是 2π 2π 所以 不是 K 動的G 雷口 K動的G 可塞下寫錯了 事實上是因為角度的關係 好 那這裡有多問題 好 如果這個ok的話 我們看這邊 就是 本來的 我的 這個是 K動的G 變成 2KG sin 那 這個 G平方 一個G就消掉了 對不對 一個G就消掉了 那把G寫成什麼呢 G寫成 這個 D除以 D除以 2π 所以G一下過去 2π除過來 本來我的次是這樣子 對不對 我把它一下一下 查掉 變成什麼呢 我的G 就是等於 2π 3b 所以 所以剛剛這個 K G sin 2k sin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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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 3d 那 繼續寫 所以我們2拍 再跟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把這個 我們最好去到哪裏去 好 OK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 2拍2拍消掉 這超限2 上面是2拍 上面是2拍 2拍 2拍 2拍消掉 那D過去半打移過來 所以我就剩下什麼來的 2D 3C 2拍 好 2拍 2拍 消掉 那D過去半打移過來 好 就這樣就出來了 再來 那因此回顧一下 剛剛那F 你的閃射強度 這個 2K NOT G等 等於G 剛剛告訴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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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布拉格 告訴你閃射的 位置 那其實有這兩層東西 你就可以去做 這個閃射的這個理論的 那大家閃射理論很多啦 等一下還會再提到你點點 那 這些東西是最基礎的這個入門 真的在講晶體學的這個 閃射的時候 那要講 閃射跟擾射差別在什麼地方 閃射就不管怎樣 光打進來 就被一隻彈出去 對不對 那彈出去間 有可能他是彈性閃射 或非彈性閃射 那擾射呢 他一定要是彈性閃射 所以擾射是閃射的一種 閃射是講的範圍比較大 那我們現在講目前 講到目前 一直到第二章結束 大概都講的是擾射 那 要講到閃射呢 尤其是非彈性閃射 比如後面講到這個拉曼 或是經理陣土的這個地方 那時候已經到第五章了 到超導的地方呢 光打進去 他會跟這個 這個庫哥佩爾 如果電子隊去做 幹子去做碰撞 產生非彈性閃射 在後面去十二章以後 好 好 所以呢這就是前面的一個 一個部分 D分D小半的部分 好 那不要忘記算喔 我們這隊隊只2D散下給爛打 那這個D 像我剛剛講的是 三二六面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三二六面跟這個 一倍 比如說六二四面 你想想看 三二六面跟六二四面 差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比較講過複雜 這個齁 三二六面可以 那三二六面的一倍呢 他也可以啊 對不對 舉這個例子吧 三二六面的一倍 長度其實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一三面 對不對 長度變長 數字變小嘛 沒關係 反正你們知道意思 就是說 我的只要他的面的這個長度 是他的整數倍 切那個整數倍 我就一樣可以同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二D散下給爛打 其實可以先二D散下給爛打 假設你都這個坡的坡場是固定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不同的晶面大小 對不對 以數字來看齁 以數學來看比較簡單齁 好 這邊擦掉 二D Size 第一塊 等於爛打 所以呢 我二 好假設我第一排 是一半 好 類似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一直在一個點點點點 或是二D 二 然後二D 那 是一趟 等於 二 那 那 當然往下通常是不行的啦 往上不可以的啦 所以呢 一直點點點點 我就可以得到 好 那個二D散下 等於爛打 從數學上來說 好 數學上 好 再來一個問題 好 就是你的肌面變大 或變小 好 那這個概念會用在什麼地方 假設今天你去做 粉末老色 我們 這張上午會補充資料 就跟你講真實的老色一樣 你做粉末老色 好 我注意是粉末 或是單筋 好 單筋也是 其實單筋也是一樣 你就要看到一個 二零零面 你就一定會看到四零零面 六零零面 八零零面 你做實驗後 你不會看到 只有看到二零零面 其他面都不見了 不會發現這種事 有二零零面 就會有四零零 六零零 八零零 所以面出現一定是一系列的 這是因為這分的原因 他不會說只出 真的你做實驗後 不會只一根線 不會只一根線 如果只出現一根線 表示你的2C打做的不夠長 做的不夠長 這是實驗上 實驗上 會看到的一個例子 OK 好 那接下來 這個 擾射條件的最後一個 我們來講這個 包一擔定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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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最早發現這個老色的這個人 那包一擔定訊號 包一擔定訊號 他講的是 我們回想到前面 我們提到的一點 數學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Bi 動的Az 得二擔定Ri J 我們也知道 G等於B1 B1加B2 B2加B3 B3 那因此呢 而且我們都知道 DnRkA等於G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插掉 DnRkA等於G G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又知道 Bi 動的Az 等於二拍 DnRi J 好第三個 我們又知道 G 等於B1 B1 加B2 B2 加B3 B3 好 好 那我們跟這三個東西的關係 好 假設我們今天去做一件事情 齁 這會有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把它撐起來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G 動的Az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G動的Az G動的Az 其實等一下可以動的Az 動的Az 特別是什麼 G是B1 B1 B1加 錯了齁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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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B3 B3 B3 然後去動的什麼呢 動的Az R是什麼 R是A1 A2 A2 A3 好我把這兩個去做DOT 去做DOT 最後有什麼 你會看到 如果A跟B不一樣的話 A跟B不一樣的話 就會等於0 對不對 比如說B1是DOTA2 依照這個公司的告訴你 他就等於A 所以你只會這樣 B1 乘上 B1 DOTA1 加上B2 B B 這閃掉了 你只會這樣做什麼 B1 B1 DOTA1 加上B2 B2 DOTA2 加上B3 B3 DOTA3 DOTA3 你只會這樣做這個東西 你只會這樣做這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最後變成什麼 你把每一樣都帶來看 B1 B1 DOTA1 等於什麼 2π的B1 對不對 然後B2 B2 就等於什麼 2π的B2 那當然 你可以 除了可以這樣寫之外 你可以把G1 等於K 因為G等於K A1 換了以後 你可以寫的DOTA3 DOTA3 R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 這當然前頭互換 你當然可以寫的 這樣一個形式 就可以讓A1 DOTA3 2π B1 因為這是G 這是G OK 插個負號 插個負號 把他前頭對掉過來 插個負號 這裡 A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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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動的G呢,可以反過來 我們在講導經格的像樣說,往正跟往正 其實都可以忽略掉 所以A動的G就像這個式子 那把G換成DataK也是一樣,因為G雷DataK 所以A1動的DataK雷2PiD1 A2動的DataK雷2PiD2 A3動的DataK雷2PiD3 那這個式子呢,這就是所謂繞一場迷群 那它可以做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下一檔課來說 好吧,那先上這邊下課